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何时休 中国称美限制中国企业及电池获取税收优惠 规定为非市场行为 法令12月8日生效 新电动车充电桩需注册才能使用 华油 美国死于大规模枪击案死者与综署 今年已创必来最高 操纵公众心理诱骗资料 新型干案手法料更普遍 请大家收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何时休 美国之音中文网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存在 并且日益严重 在中国以后经济复苏乏力之际 中共当局再次关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并承诺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 观察人士指出 中共当局的关注并非出于真正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目的 而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 在没有法治的中国 中共当局只能通过临时的专项行动来治理这个问题 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房地产市场违离不振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 出口订单下降 内需不足等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 成千上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生计受到威胁 因为用人单位拖欠工资 然而 观察人士指出 中共当局关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并非出于对农民工权益的真正关心 而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存在 历届政府都曾试图解决 然而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日益严重 中共当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曾多次发布文件和进行专项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观察人士指出 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法治权力大于法律 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 专项行动只能暂时解决问题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因此 拖欠工资问题将继续存在 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称美限制中国企业及电池获取税收优惠 规定为非市场行为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周四表示 美国政府限制中国企业和电池零部件 获得电动车税收抵免优惠 违反国际贸易规范 将打乱全球供应链 拜登政府最新的指导原则规定 如果一个清洁能源电池 经过了游售关切外国实体 FOC拥有的组装线 装有该电池的汽车 将立即失去 为其车主获取美国政府税收优惠的资格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称 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 歧视中国企业 违反世贸组织基本原则 严重扰乱国际贸易投资 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此外 中国占据全球里加工能力的近三分之二 和股加工能力的75% 这两种关键矿物用于电池生产 中国在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促使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行动 阻止中国廉价的电动车 在他们的市场上泛滥 欧洲委员会目前在调查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是否从不公平的政府补贴中受益 向欧洲市场清销电动车 法令12月8日生效 新电动车充电桩需注册才能使用 联合早报 新的电动车充电法令已于星期五生效 旨在管制电动车充电桩供应 安装和维护等事项 以确保充电服务可靠 并扩大本地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根据该法令 所有充电桩型号必须获得当局批准 并注册后才能使用 充电桩所有者和供应商有六个月的适应期 并且政府将为注册费提供津贴 为鼓励尽早安装充电桩 政府将分级补贴注册费 其中低功率和公共充电桩将获得最多的津贴 例如在公共停车场 购物中心和公寓等有地住宅以外的地点 安装功率低于23000瓦的充电桩 只需支付150元注册费 并可获得多达80%的津贴 此外 法令还要求提供公共充电服务的业者 必须申请执照 并满足相关要求和条件 如投保公众责任保险和确保充电服务可靠度等 目前 我国有超过30家电动车充电桩运营者 他们在未来12个月的过渡期内可以继续提供充电服务 但过渡期结束后必须迟照运营 此外 法令还修正了建筑维修与分层地气管理法令 降低了公寓等分层地气发展项目安装充电桩的决议门槛 从90%调低至50% 前提是与充电服务运营者的租约不超过10年 并且不动用分层地气管理委员会的资金 新的法令修正旨在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并为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法规指导 今年以来 新注册的车辆中有近18%为电动车 相比2021年的不到4%有了显著增长 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 进一步促进电动车的发展 并提供更便利和可靠的充电服务 美国死于大规模枪击案死者与宗署今年已创必来最高 新岛日报 近年来 美国发生的枪击案件频繁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 根据媒体报道 今年以来 全国死于大规模枪击案的人数已经创下新高 华盛顿邮报指出 仅在本周日 德州和华盛顿州就发生了两起严重的枪击案 使得今年的大规模枪击案数量达到了38宗 超过了去年的36宗 成为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大规模枪击案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不同的研究机构对于案件数量的统计标准也有所不同 根据华邮所引用的美联社 今日美国报和东北大学的数据库 大规模枪击案被定义为4人以上死亡的案件 然而 向非谋利研究组织枪支暴力档案则采用了更宽松的标准 将4人以上重担的案件也纳入了统计范围 因此 在不同的数据库中 对于案件数量的统计结果也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 今年的大规模枪击案数量的上升趋势是不可忽视的 根据数据 截至2023年 死于大规模枪击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97人 创下了新高 此外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资料 2022年全美有超过48000人死于枪击 平均每天约有132人死于枪击 其中一半是自杀 专家指出 造成大规模枪击案数量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枪械获取的容易性是主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 美国的枪支政策一直备受争议 一些人认为过于宽松的枪支法律使得枪支获取变得容易 从而导致了枪击案件的增加 因此 加强枪支管控和改善相关法律法规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操纵公众心理诱骗资料 新型答案手法料更普遍 联合早报 近期 国际刑警组织警告称 网络犯罪日益猖獗 其中一组织使用社交工程手段 冒充信息技术人员 又使受害者提供登录资料 并远程控制他们的设备 该组织被称为分散的蜘蛛 其手法包括钓鱼和Syn卡交换攻击等 专家指出 这种干案手法预计会越来越普遍 此外 关闭疫情使更多人居家办公 为网络犯罪提供更大的攻击面 为了应对网络威胁 国际刑警组织去年启动了 为期三年的全球网络犯罪战略项目 旨在减轻网络犯罪对全球的影响 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空间 组织将通过信息共享和情报分析 了解网络犯罪的威胁 并带领成员国开展跨国业务活动 以便有效侦查和打击网络犯罪活动 组织还将协助成员国 发展应对网络犯罪的战略和能力 并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石龙岗中心一咖啡店 4050万元天价转售 联合早报 位于石龙岗中心的万金咖啡店 以4050万人一手 再次刷新了天价咖啡店的记录 业内人士认为 咖啡店的转售价越来越高 将成为趋势 但时刻们希望新业主接手后 咖啡店的食物价格 不会水涨船高 这家咖啡店 位于石龙岗中通道第261座组屋 已在限制经营超过30年 咖啡店靠近石龙岗地铁站 和NEX购物中心 附近还有诊所和健身房等设施 根据土地管理局的文件 咖啡店的租约还剩大约65年 买方AMK Food Court私人有限公司 在今年9月申请了房地产转售禁令 买方的公司地址 与大陆美食集团相同 尚未完成交易 文件显示 咖啡店的面积为390平方米 以此计算 交易的平均持价高达9647元 这并非本地第一家已超过4000万人转手的咖啡店 去年淡宾尼21街第201座的咖啡店已逾4168万人一手 持价为6411元 同年 长城集团以4000万元买下一顺81街第848座的KTT咖啡店 持价为9361元 业内人士认为 导致咖啡店转售价上涨的因素有多种 包括咖啡店的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附近没有太多大型咖啡店 并且拥有罕见的肯德基快餐摊位 虽然买家以高价购买咖啡店 但并不意味着食物价格必然大涨 因为食物价格需要配合市场 摊主不可能涨得太多 食客们对于咖啡店的价格上涨持不同意见 一位退休人士表示 他可以理解食物起价 但希望涨幅不要太高 另一位食客希望咖啡店换了新业主后 食物价格还是保持相对便宜 目前 咖啡店的业主是福州咖啡酒餐商工会的理事 工会主席表示 转售价是买卖双方的协议 咖啡店的摊主们表示 他们还没有与新业主谈论起价的问题 但即使新业主有意涨租金 他们也不打算涨价 乔布斯签名4美元支票 拍卖47年后 成交价达 新岛日报 乔布斯在1976年签发的一张4美元支票 以36850美元的价格拍卖结束 任超预期 这张支票是给RadioShack的 用于购买当时最先进的微型电脑系统 乔布斯和沃兹尼克通过这个系统 制造出了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的设备栏盒子 这是他们合作的首次商业成功 也是苹果公司的基础 乔布斯的遗物一直备受关注 去年他穿过的一双凉鞋 已近22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此外 他的签名和合约 也在之前的拍卖中以高价成交 塞舌尔暴雨爆炸并发 国家一度进入紧急状态 联合早报 塞舌尔发生爆炸和洪水灾害 导致多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一家建筑公司的炸药库 造成附近建筑和树木被摧毁 但没有造成人人死亡 洪水则导致房屋被淹没 道路被冲毁 还发生了身体滑坡 总统纳姆卡拉旺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命令学校停课 并要求人们待在家中 以便应急服务和其他工作 能够顺利进行 据报道 洪水和爆炸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塞舌尔是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全岛国家 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中欧峰会 领导人声称存在分歧 必须解决竞争问题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习近平主席与欧盟领导人 在本次会议中强调了 合作和解决分歧的重要性 习主席警告说 中欧不能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异而对抗 而冯德莱恩则表示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存在不平衡和分歧需要解决 双方希望在全球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贸易和强权政治问题可能会引发矛盾 欧盟关注中欧贸易关系中的不平衡 中国则对欧盟的反补贴调查 和减少对中国进口的去风险政策表示担忧 此外 中欧关系也是敏感一成之一 欧盟要求中国施压俄罗斯 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习主席却赞扬于普京的友谊 会议还将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以及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尽管双方表达了合作的意愿 但分析人士认为 双方在许多议题上可能无法达成一致 应对涉美种族与宗教言论 谢建平与年轻人应谨慎发言 联合早报 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在第九届模拟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 呼吁年轻一代保持警惕 对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紧张的外部影响 保持警惕 他提醒年轻人 在处理种族话题时 要能多方理解和接受不同观点 同时也要批判性地审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他还强调了不经意的种族歧视 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和冒犯 并呼吁大家通过相互尊重和对话进行协商 确保包容性并避免无意中损害社群关系 谢建平还提到了新加坡的族无种族比例政策 该政策旨在确保不同种族的民众一同生活 促进族群间的融合和理解 尽管这些政策时常受到争议 但目前新加坡还未准备好放弃这些政策 谢建平还回应了学生关于城市重建 导致文化记忆消失的问题 他表示尽管新加坡土地有限 但国家文物局正尽可能地保护那些 值得保存的文化遗产 这次模拟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塑造未来 旨在强调青年在面对新兴挑战 和加强社会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丹麦通过新法 禁止焚烧宗教经书 联合早报 丹麦通过了一项新法 禁止不当处理宗教经书的行为 包括焚烧 撕毁或玷污宗教圣书 并禁止在视频中传播宗教圣典 违法者将面临罚款或监禁 今年夏天 丹麦和瑞典发生了多起焚烧回教可兰金的示威活动 引起回教国家的愤怒和抗议 丹麦警方数据显示 今年7月至10月期间 共发生483起焚书或焚烧国旗事件 尽管最初的法案引起了批评 但后来进行了修改以保护言论自由 中国11月份出口意外微生 昙花一现持续与否仍难以判断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 中国11月份的出口意外地结束了6个月的跌势 首次微增 表明中国的工厂通过降价吸引买家 熬过了需求持续疲软的阶段 然而 11月份的进口意外下降了0.6% 显示中国制造商仍面临压力 专家警告说 目前还不清楚出口能否作为增长的支柱持续到明年 中国仍需要依赖内需作为主要增长动力 此外 中国的房地产业 失业率高企和家庭企业信心疲软等问题 也威胁到国内增长的可持续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目的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这一行动凸显了对中国经济的不安情绪正在加深 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受到了这一谨慎分析的影响 脸书上 假冒新行 低价卖行李箱 警促公众多提防 联合早报 新加坡警方发出警告 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钓鱼诈骗 骗子在脸书上假冒新加坡航空公司 以低价售卖名牌行李箱 已有14人受骗 损失至少799元 受害者点击广告链接后 会被引导至一个调云网站 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信用卡信息 警方提醒公众采取防范措施 如安装房片应用 设置多层验证 确保信息可靠合法 并及时报警和通知亲友 公众可上网或拨打热线求助 也可了解更多防范诈骗的方法 王毅与缅甸彻底铲除电诈毒瘤 联合早报 中缅双方在近期加强合作 打击电信诈骗取得了成效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双方需要进一步合作 彻底铲除电信诈骗问题 同时 中国也希望缅甸能够早日实现国内和解 继续推进政治转型进程 双方还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 保障边境安全稳定 以及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 中国公安部此前已经向缅甸 移交了大量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在打击电信诈骗时 会避免过多干预缅甸局势 但会利用自身影响力维护缅甸和平 防止网络诈骗活动复苏 王金平任侯友宜的全台后援会总会长 联合早报 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同意担任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的 全台后援会总会长 在侯友宜、赵少康和朱立伦的邀请下 王金平表示愿意整合力量 全力支持国民党的选举活动 王金平曾长期担任立法院长 被外界形容为侨王 他的加入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整合泛滥阵营 此外 他也表示会邀请郭台铭回归 共同团结 为国民党的胜选努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一些新闻 首先 我们谈谈中国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 中共当局表示他们关注这个问题 并承诺要解决 但观察人士指出 他们的关注并不是出于真正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目的 而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 在中国缺乏法治的情况下 中共当局只能通过临时的专项行动来治理这个问题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因此 拖欠工资的问题将继续存在 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下来 我们谈谈美国对中国企业和电池零部件的限制问题 美国政府最近限制了中国企业和电池零部件 获得电动车税收优惠的政策 中国商务部表示 这是对中国企业的歧视 并且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 中国在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促使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行动 阻止中国廉价的电动车在他们的市场上泛滥 这一问题还引发了欧洲委员会 对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调查 看看他们是否从不公平的政府补贴中受益 向欧洲市场倾销电动车 然后我们谈谈新加坡的新电动车充电桩法令 根据新法令 所有充电桩必须经过当局批准并注册后才能使用 政府将提供津贴来鼓励早日安装充电桩 并且不同功率的充电桩将获得不同程度的津贴 此外 法令还要求提供公共充电服务的业者 必须申请许可证 并满足相关要求和条件 新加坡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并提供更便利和可靠的充电服务 接下来 我们谈谈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问题 根据媒体报道 今年以来 美国死于大规模枪击案的人数已经创下新高 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 专家指出 造成大规模枪击案数量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枪械获取的容易性是主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 美国的枪支政策一直备受争议 一些人认为过于宽松的枪支法律使得枪支获取变得容易 从而导致了枪击案件的增加 因此 加强枪支管控和改善相关法律法规 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 我们谈谈网络犯罪问题 近期 国际刑警组织警告称 网络犯罪日益猖獗 其中一个组织使用社交工程手段 冒充信息技术人员 又使受害者提供登录资料 并远程控制他们的设备 这种干案手法预计会越来越普遍 为了应对网络威胁 国际刑警组织去年启动了 为期三年的全球网络犯罪战略项目 旨在减轻网络犯罪对全球的影响 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空间 最后 我们谈谈一些地区的新闻 塞舌尔发生爆炸和洪水灾害 导致多人受伤 丹麦通过新法禁止焚烧宗教经书 王毅呼吁缅甸彻底铲除电炸毒瘤 王金平同意担任侯友宜的全台后援会总会长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希望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为大家呈现这些新闻 并分享我的观点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